中国男性范城城透过选秀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出道 因拥有帅气的外表而深受粉丝们的喜爱 限定男团结散后他积极参与戏剧 以及出演综艺节目《超多方向发展》 让更多人看见他的魅力 近期他首要出席在武汉举行的音乐节 令粉丝们感到十分期待 所有范城城工作室宣布 考虑到大家对门票的需求与购票平台多次协商后 提前预付了2000张门票让粉丝购买 金额高达人民币100多万元 居席工作室这样的举动是为了保障粉丝的权益 不让黄牛朝卖门票 发起不公后范城城的重粉举动 让粉丝们十分感动 大赞他以真心对待粉丝 更有不少网友迟呼 娱乐圈就需要这样的明星 真好羡慕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五 次转换